Ctrl 加右鍵一定要是焦點的位置 所以這個地方是最容易出錯的 很多人畫完之後一看 一錯就錯在這裡 焦點 再不然你就是要把物件鎖點的那個 四分點暫時關閉 兩個方式都可以 當然也可以直接從這邊 物件鎖點上方按右鍵設定 也可以把四分點打勾取消 這樣也是一個方法 他就只會出現焦點 這樣才會正確 一定要是焦點 再畫一個水平線 畫一個水平線 接下來的話 因為我們要產生下一個 下一個 那這邊總共會有12個 所以等於這一條線的下一個 就是要轉幾度呢 轉30度嘛對不對 因為有12個 那我們就把這個選取之後 要旋轉 旋轉到下一個 並且複製一個 那我們就直接利用旋轉 選他之後 那基準點選中心點 角度的話 這邊用複製好了 C Enter C Enter之後的話 然後呢 角度的話 就給他30 30 Enter 然後30 Enter之後的話 我們就會產生 這邊也有一個對不對 那用他的用途主要是 我們要產生 這邊是有個弧 這邊有個弧對不對 那這個弧怎麼產生呢 可以用切 切 切 這個地方比較容易要稍微記一下 切切切 那利用這邊的話呢 我們繪圖裡面有三切對不對 切切切 切他 切他 再切這個圓 是不是就會有一個 這個圓出來了 那其他的部分我們就延伸 然後空白鍵 把這個延伸過來 延伸過來 並且修剪 把這個修剪掉 有沒有 修剪掉之後的話呢 再來我們就把這邊 這邊的線段 這個也可以修剪掉 那留下來的話只要留下什麼 留下這個部分 這個線段也可以拿掉 這個可以把它拿掉 那這條線也可以拿掉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最後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幾個線段 做環形正列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樣子有沒有 剛好繞過去不就是重複的 所以這邊的話就可以環形正列 那環形正列的話 就是中心點選這邊一下 這邊把它選中心點 總共12 365 360度按一個確定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部分就做出來了 裡面的部分 所以最後記得要的部分 是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那我們是先畫一個 這一條線 讓這一條線怎麼樣呢 旋轉過來30度 就可以切 切 切 切出這個圓 那修剪之後呢 留下來只要留下 這些部分就好了 就可以做一個什麼呢 做一個環形正列 那就畫出內部的部分 那內部畫出來之後的話呢 就可以往這個外面部分畫 好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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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